你们最想看的一集来了 极致夜拍测试 15的表现竟然是最好的 iPhone X4 Pro 它的灯差这样远的 好像是 Pro 拍得比 Pro Max 还好一点 嗨 我是可恩 今天我们来玩大的 你们最想看的一集来了 最齐全的夜拍实测 一共四台机 上一代的 iPhone X4 Pro iPhone X5 iPhone X5 Pro 还有 iPhone X5 Pro Max 那现在的时间是傍晚6点钟 截于晚上跟白天之间 等下我们就会从白天 所以今天这个影片我们会从简单的对比 然后再到相机实测 最后再来个人生选购建议器的看到最后 所以我们现在就 Let's go 所以我们现在先从颜色看起来 今年15系列 最出名的就是这个 Ti原色 它其实颜色上面有一点像灰 又有一点像Brow一点 比较偏原生的一个灰色 所以其实是蛮好看 然后这个iPhone X5 它是一个很温柔很温柔的粉红色 21g iPhone X5 Pro 是比上一代的iPhone X4 Pro 是轻了大概16g左右的 也就是差不多一堆AirPods的重量 然后iPhone X5 Pro Max 跟上一代的iPhone X4 Pro Max 也是相差了20g左右 其实你这样看字面 你感觉不太到它轻多少 但是当你实际握上去 我很明显的感觉到是真的有型的 起码我自己是这样的觉得啦 那刘海上面全系一起升上灵动岛了 那镜头上面其实我觉得 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啦 iPhone X5它是两颗镜头 48MP加12MP可以做到两倍重 iPhone X4 Pro跟iPhone X5 Pro是一样的 48MP加12MP再加12MP 一共三颗镜头 然后比较不同的是iPhone X5 Pro 48MP加12MP再加12MP 但是它不同的是 它用上了一个叫做 浅望式长焦镜头的东西 这个东西可以让它 进到5倍的光学变焦 然后10倍的混合变焦 这部分等下我们会慢慢测试给你看 所以我们现在就轮到了处理器啦 iPhone X4 Pro跟iPhone X5 都是用这上一代的A16 Bionic iPhone X5 Pro跟iPhone X5 Pro Max 用的是这一代的A17 Pro Bionic 我们现在先对比普通的一倍 然后再到两倍 然后等下还有一个三倍还有五倍 OK 我们现在拍这个人头 因为这个距离的关系 我们就一律用两倍哈 其实啦 阳光充足的情况下 四台iPhone不论老旧高低出来 都是很sharp的 就算放大三倍也都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哦 四台iPhone的红色 它的还原是非常准确的 哦 我想 这个粉红色真的很美 很sharp 然后它触感很好 第二组照片来自于 我抬头一看 哇 高楼 OK 拍 这样看起来 四台iPhone的解析力可以讲是 旗鼓相当 不过哦 你注意看的话 iPhone X5 Pro和15 Pro Max的光影控制力 还是稍微比较出色的 接下来走着去LORD X的自路口 顺手拍都一组啦 不过这边有点点surprise 15的表现竟然是最好的花生什么事情啦 即便是放大之后的细节 还是颜色还原度都是比较好 15 Pro和15 Pro Max 不知道为什么 自动把那个黄色招牌拉暗了 这个iPhone X4 Pro它的灯差这样远的咩 它有点偏白哦 是不是就蛮明显的 明显哦 这个全部蛮漂亮蛮漂亮的哦 这个有一个偏白的 但是我觉得最终还是要放去电脑 我们再对比看可能是screen的问题啦 果然一放去电脑就见真章啦 14 Pro的整体感觉真的有点flat 而15系列的三台 contrast都稍微高一点 它的光暗更加分明 所以招牌也更加突出 果然15就是15 新的算法还是有在默默进步的 反之呢14 Pro的招牌就有稍稍翻白了啦 你放大之后你可以看到 15和15 Pro Max在细节上面处理更好 15 Pro就差一点 总好过14 Pro了 它完全糊掉了 嗨 I'm a street photographer I love your outfit very fashion Can I take a photo of you 拍到我渡栏你们都死了我跟你讲 这边呢我们全部都是开 Portrait模式下面拍的 我觉得iPhone 15 Pro Max比较漂亮 在screen上面看啦 真的真的真的 人像方面呢 15 Pro Max的人像算法 如我所讲更好的啦 14 Pro的 Mixer Arcane的眼睛框 感觉好像边切到了这样咋 把4打iPhone的人像模式 还以下保持了一贯的 自然风 虚化自然 而且也没有太多AI的处理 广角 老实讲我自己很少用广角牌照 因为早一开零点 我被整个画质我就觉得变差 没有错 15下了 广角依然普普 即便还是有 Quality 瘦瘦 就只能讲你需要的时候它还是有啦 所以因为这个iPhone 15 Pro Max它是有这个5倍的长角镜头 其他的是没有的嘛 所以这台我会用5倍的来拍 然后其余我全部用它最大长角的角段来拍 你是公平 等了12分钟就为了等着一趟火车 公平就一定不公平的啦 毕竟iPhone 15 Pro Max的5倍长角 是潜望式的 细节当然就更好了咯 那个压缩感啊 它直接把背后的那个KL Tower拉近啊 构图很满的感觉 都讲5倍很适合拍景色的啦 可是14 Pro 15 Pro 3倍镜头下面的构图也很好看的咯 甚至你再退后一步的话 2倍的iPhone 15拍出来也是有故事感的 看你想要的feel咯 OK 天黑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进行我们的极致夜拍测试 我发现 好像是Pro拍的比Pro Max还好一点咯 你来看这边 然后你留意这种秘密麻麻的地方 它是很细节的咯 让你们留意到咯 然后它那个Novotel的那个灯光 这样子对比放在一起就很明显了 一个是很sharp的咯 一个有一点点糊的 Pro比Pro Max好 一放去电脑对比就confirm了 15 Pro真的比15 Pro Max更好啊 白天可能看不太出 夜景就很明显了 14 Pro的发光招牌基本已经糊掉了的 不用看 15和15 Pro Max的建筑物部分也是偏糊 唯独15 Pro无论是发光体还是暗光部分 都是美美的 真的咯 夜景才见真张咯 这边其实我是想要测试这个5倍的zoom 因为我觉得开了5倍之后 它整个构图变到很有感觉有没有 你看这个2倍 3倍跟5倍 这个是很热肠 热肠 跟电影感 走走下看到一间很美的cafe 各着玻璃私下拍了一组 15系列基本表现都很不错 14 Pro的话感觉就真的好像各着玻璃拍的啦 有一点小小的萌萌感觉 再来一set花灶一样的灯光 下面整体感觉大家都表现的差不多 但是你放大来看就可以看到 15的细节明显不够其他iPhone来 毕竟人家是Pro系列的大哥哥 所以低光拍照细节还原还得是Pro系列 没有错啦 又是不花钱的Window面包 这里唯一只的点评的是15 其他的都还原自然颜色 但15的面包看起来会更加鲜艳一点 看起来好吃一点 细节的话4台iPhone都差不多啦 没有太大的分别 帮我拍 帮我拍人像 OK OK OK我现在去站那边啦 好 可能是水池的光线原因 14 Pro的照片灰灰不单止 整体感觉很low rest 所以15系列的话表现基本差不多 晚上拍人像Portrait的话又怎样咧 其实成绩还是比较明显的 15系列比14 Pro好很多很多 清楚很多很多 仔细看 15 Pro和15 Pro Max的解析度是最好的 鼻梁人中的阴影很突出 整体下来只可以说明 15系列在人像拍摄上面的运算 幼静不好啦 女孩子最注重的功能 自拍 这样子看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就看哪一个脸色比较红润吧 好像这个比较偏暖黄吧 然后这个比较白 这个皮肤好像看起来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这还比较美 我是觉得这台比较美 是啊 这台是哪一台 iPhone 15 Pro 哦 红绿灯罩 在眼看好像都不错 但是当我放到之后就会发现哦 15 Pro的表现比其他三台好很多勒 最后再来一张夜景zoom啦 其实不用比就知道啦 肯定是有潜望式长焦的 这个15 Pro Max最紧啦 没有错啦 无论是光控颜色 新意度都远远比另外三个弟弟强啊 如果你还要放大的话 只有15 Pro Max看到菜单上面写的 Cheesecake McFlary 好 今天拍结束了 现在来回答哦 你们最想知道的问题 一共三个 第一个就是 我用着iPhone 14 Pro 到底应不应该升级iPhone 15 Pro呢 这里我就整理了 三个你应该换 跟三个你没那么应该换的原因 你们就自己参考看看啦 首先我们就先来看价钱啦 那iPhone 15 Pro现在是 5499 128GB 那iPhone 14 Pro Machine现在还买到的价钱呢 是4449 128GB 它们两个之间的价钱是相差了 1000块 应该换的原因一 就是外观啦 虽然它们两个都是6.1寸 但是 重量是不一样的哦 那因为iPhone 15 Pro 它是用了Titanium的关系 它整个手机哦 变轻很多 然后 它摸上去也比较圆润 没有iPhone 14 Pro那么割手了 整个就很好握 而且不得不说 iPhone 14 Pro真的还蛮沾指纹的 你看我整个上面满满都是指纹 还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哦 iPhone 15 Pro它用上了 大家一直在敲碗的Type-C 这个Type-C呢 是可以支援到Type-C 3.2的 而且还可以外接SSD 那第三个应该换的原因呢 肯定就是镜头啦 虽然哦 它们同样都是 48MP加12MP加12MP 然后都是0.5倍 1倍2倍3倍 但是 iPhone 15 Pro 它有一个新的功能 叫做人像侦测功能 但凡它只要侦测到人跟动物 它都会自动生成 让你产生一个精神的照片 老实讲 这个功能其实还蛮好用的 有需要的时候 那接下来我们就轮到了 不应该换的理由 第一个 就是芯片啦 虽然iPhone 15 是升级到了 A17 Pro的芯片啦 然后它的讨分也是很给 但是我觉得 除非你是一个很Hardcore的Gamer 或者是你很追求那种极致性能的 不然你好像我这样子 热场剪下片啊 看下小红书啊 Facebook啊 抖音啊这种 其实这个芯片对你好像 也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A16 Bionic 就已经很够用了 第二个不应该换的点 就是它的内存啦 虽然15 Pro它是升级到了8GB 但是我觉得热场使用 14 Pro的6GB就已经很够用了 大家不必为了升级而去升级 第三点就是 Action Button这个东西啦 就是苹果把它原本的那个 静音键换成了这个按钮的方式 虽然这个功能呢 其实是很新颖 可以做很多东西的样子 但是实际上哦 它每次就只能setting一个功能 当你set成了 静音了之后 它就不能set成别的功能 当你set成了Timer之后 它就不能set成静音功能 其实这个功能是有它的好的 就是专门哦 如果那种平时没有什么用静音功能的人 它就可以把它set成更有用的功能 比如说 Voice Memo啊 或者是Timer等等的 但是如果你平时 就是很常拿来当静音键的话 我是觉得不用为了把它升级啦 这里我再追加一个 不应该换的理由 就是Type-C的问题啦 其实一开始哦 Apple把全部Lightning换成Type-C 是蛮值得开心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终于可以跟Android的 Cable share share用了 然后你也不用带着一条Lightning cable 但是你们要注意哦 PD跟QC是要分好来的 因为只有PD是可以充 QC是不能充的哦 但是唯一好处就是 MacBook Type-C 现在可以跟你的iPhone Type-C 一起share share用了啦 以上就是我讲的三个应该买 跟三个不怎么应该买的理由 你们就自己参考看看啦 第二个议题就是iPhone 15值得买吗 没有错 iPhone 15升级其实是不少的 首先我们就从芯片来看啦 iPhone 15它现在用的是iPhone 14 Pro的芯片 A16 但是它的价钱是比14Pro便宜的哦 如果你是不考虑什么长焦镜头 三倍五倍这种东西 我个人觉得两倍镜头就已经很够用了 我自己个人是特别喜欢用两倍在热厂拍摄的 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考虑 再来一点 iPhone 15最值得买的点啊 我个人觉得是灵动导 因为灵动导的功能越来越强大了 如果你们有用过Pro 你们都应该知道的 什么各种Live Activity啊 比如Grab啊 Instagram Progress Story什么的 都可以在上面看得到了 这个功能其实真的是很好用 我个人很喜欢 所以来我们总结一下啦 个人觉得iPhone 15特别适合那种 就是你本来是用这iPhone 13或以下的人 或者是你本来就是用在Android一级的人 你升级去iPhone 15 你才比较明显感受到那个感觉 第三个议题 iPhone 15 Pro跟iPhone 15 Pro Max差一千块 你应该要选谁啦 如果你有预算 直接给我冲上去Pro Max啦 除非你现在是用这iPhone 14 Pro Max 像我们没有话讲啦 不然的话其余的 统统给我直接升上去iPhone 15 Pro Max 最大的原因哦 就是这个五倍的潜望式中镜头啦 因为它是一个很实实在在的升级 它不是挤牙膏的功能啦 再来还有它的这个Titanium机身 讲真啦 当初很多人不要买Pro Max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真的太重啦 那因为它用了Titanium 它整个机身变轻了 给了我一个很合理的理由 去换这台Pro Max 大屏永远是你大爷 而且你用过大屏 你就回不去小屏了 最后最后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一 如果你是Android用户 你想要换iPhone的话 选iPhone 15啦 或者是iPhone 15 Plus 第二 如果你现在用这iPhone 14系列 想要同级 是同级啊 升上iPhone 15系列 不建议 因为这个感觉哦 就好像你从2022年的Asia 你升上去2023年的Asia 外形不一样了吗 但是它还是Asia哦 所以同意建议等16啦 第三 如果你现在用这更旧的iPhone 比如说11 Pro啊 12 Pro啊 13 Pro这种 相信我 你们回不去Nan Pro的 所以建议你们直接上iPhone 15 Pro 如果有钱的话上iPhone 15 Pro OK 今天的影片终于到这边结束了 非常长的一个影片 希望这些的建议对你们有帮助 然后还可以在你们选机的上面 帮到你们啦 我们下次再见 Bye Bye 回家 收东西 让很多人看我 一直看我拿这么多iPhone Woohoo Go OK OK